平常大概都是兩層樓或是三層樓 要少數有兩層層樓 這個都還可以 那如果用群生計的檔 這樣檔位比較好處理 面積越大 這個檔位越好處理 開發的方式越具 不會只有單子移動 這個剛剛沒有我們講 有麵包在後面 可以拉招成這種方式 越範圍越大 越好處理 所以我覺得 看看裡面的機會 這個今天這個 取得方圍內 上位限制 未來還可以在主力比較大的方圍 謝謝 好 這個 來請 主席因為我們今天的議案 是針對那個 更新單元的這個區域裡面的 是六棟房子 但是我們上次去現場看 包括兩次委員們去看 其實是有的標的是兩棟房子 所以 我覺得這之間其實有落差 而且 大家的價值判斷 其實結果相異 那我建議 就是 因為列策追蹤 其實在文字法裡面 其實只是 我覺得它不是終端的 也與是或不是 那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面對這麼有爭議的案子 我會建議就是 我們讓它走程序 然後進行這個 十六棟的房子 的價值的 直接的審查 然後最終 就因為考量到民眾 他們其實是依據現有的法令 在進行他們的更新的這個需求 那也許我們就啟動這個程序 我個人的建議 就是讓每一棟房子都看 那不是只看那兩棟房子 因為大部分委員的意見 其實是針對全區的脈絡 而不是一棟房子 那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讓我們選的就是 如果它沒有價值 在過去的處理 有價值跟沒有價值 其實等於是最終的論定 但是解除列策 最終的狀態的回應 應該是那兩棟房子 而不是這十六棟房子 所以在程序上 可能要再雷清一下 個人的建議 來 請文大局說 我跟老師報告 其實這兩支會看有很大的差異 第一次要去的時候 確實是為了那兩棟去 可是去的時候才發現 說其實旁邊要不要一起看 也是委員建議 所以當下有看 稍微看了一下旁邊 為了慎重其見 所以文化局開了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就全部的房子 每一間都看 各位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其實旁邊的房子 大致上老師 第二次去的老師都填沒有價值 那對六七棟的時候 當時區的委員也認為 其實在大橋南段 現在的梨化街裡面有類似 而且當然有一個爭議 是第二次 有那兩間被噴上水泥沙漿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不是沒有看 而是確實有醫委員的建議看 而且這邊的歷史 其實非常清楚 資料也很好查 所以還是請老師研究看看 因為整個過程 我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但是到今天 可能他是財產權處分的一個程序 當然如果要繼續列策再去做調查 他會再花一段時間來討論這件事情 好 像我們這個 當然我們是採委員制 不過 基本上我們對每一次的會談 委員的意見 我們還是要尊重 畢竟 不太可能說每一次的會談 全部的委員都去 所以對於會談委員的意見 所以我們還是要相當的順序 這樣比較好 好 我們看一下各位手上的這個資料 那麼今天要選了有三個選項 那各位就你個人的了解 那麼從這三個選項當中去做選擇 我們第一輪先做這個三選一的補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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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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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你這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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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办公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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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